诗篇133篇第一节 看阿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今天这篇诗篇133篇是上行之诗15首的诗歌中第14首 整首诗歌只有三节经文 描述一个意境,就是神的子民一起去耶路撒冷圣殿首节敬拜的美景 首诗歌的第一个字是汉阿 在《希伯来圣经》里经常出现这个字 是表达惊喜或赞叹 诗人赞叹惊喜是什么呢? 就是弟兄和睦同居 这里中文的翻译可能需要澄清一下 第二节经文是神的子民有男有女有老有乱 和睦同居是一起住的意思 这首诗篇是上行之诗 就是沿用神的子民去敬拜一起上老 去到耶路撒冷朝见上帝 唱套不舌去上老 对古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上老的路途上需要依靠不同的家庭来开放给他们 能够在那里借宿一宵 不同村落里的家庭就需要学习去换代其他人 甚至朝圣者擠涌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需要住在一些帐篷当中 大家是很逼、很擠涌的 就要互相来照顾 就是这个美景一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给予此的照顾、给予此来换代 就是诗人所说的汉阿 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中文翻译,善这个字 英文是good,希伯来文是tove 特别出现多的地方就是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创立万有的时候 上帝见到每一样所创造的事物都是好的 甚至最后的时候,上帝说甚不好 但是到创世纪第二章 唯一一样不好的就是哪人独居不好 所以诗篇第133篇第一章说 何等的善、何等的好 就是说到上帝创立万有的时候 孤然是非常好 但是更好的就是 比人类有社群能够在一起 每一个神的子民是一个孤独 弟兄或姊妹 老的或乱的 每一个人都是连结在一起 同居这个字是代表合一的意思 怎样去表现这个合一呢? 诗人就是说 弟兄姊妹有老有乱的 一起来上老 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祂 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今天我们都学习 和其他弟兄姊妹和其他的人 纵使我们不认识的 一起来敬拜神 这就是上帝原本创造我们一起的美意